全世界的研究团队现在都在寻找新冠肺炎的解药跟疫苗 中研院跟台大医院团队也研发出诱饵抗体要帮助染疫初期的感染者 彻底的来阻断感染清除感染的细胞 而这整个实验其实就在国内的P3还有P1实验室里头进行 而其中P1实验室要确认加入了诱饵抗体之后 新冠病毒核酸是否真的能够减少 台日记者独家直集了P1实验室的实验环境 来看看研究团队他们是如何的来做实验 全球新冠疫情依旧非常的严峻 即便现在有疫苗问世 但是它的保护力却只有九成 这也意味着会有一成的民众 他们即便打了疫苗还是有机会感染到新冠肺炎 也因此中研院跟台大医院团队是研发出了诱饵抗体 要来对抗新冠疫情 为了证明诱饵抗体的有效性 我们来到台大医院的P1实验室 研究人员正要展开抽取核酸大作战 目的是要确认在加入诱饵抗体后 新冠病毒核酸是否真的减少 团队设计出的诱饵抗体ACE2FC 能有如如如来佛的生长一般 将新冠病毒紧紧抓住 在萃取出纯核酸之后 透过QPCR机器做核酸定量 最后发现在细胞实验中 把诱饵抗体和病毒混合的感染细胞 病毒量也的确大幅下降 最重要就是它的蛋白质的稳定性 因为蛋白质的稳定性会影响 所以说它打进去人体的时候 可以就是maintain多久 那FZ domain它可以帮忙去诱发一些免疫的反应 比起国际上其他抗体研究 有国内幼儿抗体的优势 就在加入了恒定区FC 能够激发出人体的免疫反应 清除被新冠病毒感染的细胞 还是全世界最稳定 最不容易被人体分解 独步全球 大概瑞德西韋也有效的状况下 就是会有点觉得说 那如果瑞德西韋有效 就吃瑞德西韋就好啦 那对一些新症的病人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 虽然在实验室里 每天得面临极大的压力 但支撑他们的动力是使命感 是找出终结疫情的结方 就听我们一视频道